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中文正典 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可逮捕越境移民 最高法院判德州刑法生效 纽约州法院重磅裁决将颠覆纽约市收缔税房市 在新闻节目的开始很高兴和大家分享 中文正典现在已经正式上线YouTube了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以便及时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 好的 我们首先来关注边境移民问题 今天最高法院判决德州一项有争议性的新法生效 该法赋予德州警察逮捕越境移民的权利 不过今天的判决仅针对拜登政府提出的紧急请求 因此尽管目前该法律生效但仍面临下级法院的诉讼 今后也仍可能被推翻 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 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 拒绝了拜登政府提出的紧急请求 该请求称 各州无权就移民问题进行立法 联邦政府拥有对移民问题的唯一立法权 但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今天在反对意见中写道 法院为一项法律开了绿灯 该法律将颠覆联邦与州之间长期的权利平衡 并造成混乱 除索托马约尔以外 大法官卡根和杰克逊也反对这一决定 保守派大法官之一的巴雷特单独撰文指出 上诉法院尚未权衡这一问题 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也持这一观点 因此在法庭上保守派以6比3占多数 这项德州法律被称为SB4 允许警方逮捕非法越境和多次入境的无证移民 并处以刑事处罚 他还授权州法官下令将这些人驱逐到墨西哥 司法部副部长普雷洛加反驳了德州的观点 认为在国会已制定相关法律的情况下 联邦法律应优先于州法 而德州认为 其法律可以根据宪法中的州战争条款 来对抗边境的入侵 但普雷洛加强调 其增的无证移民并不构成州战争条款中 所定义的入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今天该法律生效 但他仍面临下级法院的诉讼 今后也仍可能被推翻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前总统川普 川普今天称 要求他因纽约欺诈案而支付4.6亿元保证金 是违宪的 非美国的 而且这可能使他被迫低价出售自己的资产 川普的律师昨天通知法庭 川普无法在下周截至日期之前 拿出4.64亿元的全部保证金 就此川普今天在他的truthsocial平台上写道 在腐败种族主义的詹乐霞的非法政治迫害中 民主党俱乐部控制的法官设定这种规模的保证金 是违宪的 非美国的 前所未有的 对任何公司来说 都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包括像我这样成功的公司 他还补充说 担保公司都说 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规模的保证金 他们也没能力提供如此规模的保证金 川普的律师昨天表示 不可能拿出全额保证金 而且许多公司都有内部政策 不批准超过1亿元的担保 川普今天在truthsocial上进一步称 恩格隆法官实际上想让我拿出上亿元来争取 对他那荒谬裁决的上诉权 换句话说 他试图剥夺我的上诉权 川普还说 我将被迫抵押或出售伟大的资产 也许会见价出售 如果我赢得上诉 他们就会消失 明白了吗 政治迫害 选举干涉 川普的法律团队此前辩称 川普无法将财产作为抵押 因为川普集团拥有强大的资金流动性 但他没有10亿元的现金或现金等家务 律师们写道 因此对于像川普集团这样大部分资产 都投资于房地产的公司来说 获得4.64亿元保证金 实际上不可能 上个月 法官恩戈隆命令川普在这起民事欺诈案中 支付近3.55亿元罚款 这对川普家族在纽约的商业帝国 造成了沉重打击 川普目前正提出上诉 并称这起案件是由他的正式对手 拜登总统精心策划的 还承诺将为推翻判决而战 但随着法律过程的进行 川普需要支付的总金额将继续增加 前总统川普的白宫顾问纳瓦罗 今天在迈阿密的一个联邦监狱自首 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 因藐视国会罪而入狱的前白宫官员 前总统川普的白宫顾问纳瓦罗 周二在迈阿密的一个联邦监狱自首 他成为了第一位因藐视国会罪而入狱的 前白宫官员这创造了历史 纳瓦罗入狱前接受了媒体采访 坚称他的定罪是对宪法三权分立 和行政特权的致命打击 纳瓦罗因拒绝配合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对1月6日国会骚乱的调查而遭指控 并于1月被判处4个月监禁 纳瓦罗提出上诉 他坚持认为当他拒绝遵守委员会的要求时 他受到行政特权的约束 但负责此案的法官裁定 没有证据表明他援引了这一特权 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已经驳回了他推迟判决的请求 认为他不太可能获得新的审判 或推翻对他的定罪 纳瓦罗的律师 敦促最高法院发布紧急命令 就在周一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驳回了纳瓦罗免于入狱的企图 这为他周二开始在佛州服刑4个月扫清了道路 据悉纳瓦罗将在佛州的一所第一警戒的监狱服刑 纳瓦罗并非第一个因无视1月6日委员会的要求 而被定罪的川普政府官员 但他将是第一个被判罪而入狱的人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被判两项藐视国会罪 并被判处4个月监禁 但负责此案的法官在班农上诉期间暂停了他的刑期 来关注华人家长普遍关心的SAT考试 彭博社今天报道 全美近来再度兴起SAT考试热 家长们对SAT辅导老师的需求猛增 甚至能有家长开价每小时500元 纽约麦哈顿麦迪逊大道上一家招生咨询服务公司表示 自从全美一些最顶尖的大学时隔4年后重新要求SAT考试以来 辅导需求猛增 这家公司的CEO称 许多家庭意识到SAT成为大学申请的必要选项 因此不惜重金给孩子请辅导老师 新冠疫情期间 美国一些大学放弃了SAT和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 大多数大学将这些成绩改为不强制提交 但今年早些时候 耶鲁 达特茅斯和布朗大学开始要求提供这些成绩 反对者认为 家境优越的学生往往更能在辅导上花重金提高成绩 因此这实际上削弱了公平竞争 不应该有SAT要求 那事实真是如此呢 让我们不妨来看一项实地调研的结果 今年1月纽约时报就针对SAT考试发表了专题文章 表示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大学管理者开始怀疑 不强制提交标划考试成绩是个错误 而布朗大学的校长更是直接发声 表示标划考试成绩比高中成绩GPA更可靠 更能预测学业成功 一项针对哈佛等巴索腾校的最新研究也显示 标划成绩越高的学生 大一的GPA成绩和大学学业表现往往会更好 而那些在申请阶段没有提交标划成绩的学生 入学后往往与SAT低分的学生 学术表现更接近 在大学其他阶段也更会出现学习困难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相关证据表明 强化SAT在录取中的作用 反而可以促进录取的多样性 那些教育资源较少地区的学生 或少数族裔的学生 本可以在SAT这种相对最公平的考试中 取得好成绩来增加录取的机会 但在大学降低SAT重要性之后 这个改变的机会反而被剥夺了 因此SAT现在再度热起来 未必是件坏事 毕竟没有大学希望自己的声援素质变得鱼龙混杂 而那些真正优秀 有学术潜力的学生 也更希望通过标划考试的好成绩 来凸显自己的硬实力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中文正典节目 现在已经正式上线YouTube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以便及时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 纽约州法院重磅裁决 颠覆纽约市地税收取方式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视线转向纽约 今天纽约州上诉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 裁决可能会颠覆纽约市 每年征收数十亿房产税的方式 州长发声将寻找解决方案 纽约州上诉法院今天以四票赞成 三票反对的结果裁定 目前的制度违反了联邦公平住房法 和房地产税法 这项裁决是回应一项 房屋税收不公的指控 指控由房主和房地产行业组织 组成的纽约现在呼吁税收公平联盟发起 他们认为 当前纽约市的房产税征收体系 对低收入社区的租赁建筑 以及小型住宅征收的税率 远远高于富裕地区的公寓和住宅 而这些成本随后又转嫁给了租户 造成不公 诉讼还指出 目前同等价值的房屋 会因不同的位置按不同的税率纳税 例如布鲁克林卡纳西一处房产的估价 是同样位于布鲁克林公元坡 同类型房产的三倍 纽约中上诉法院今天的裁决 意味着纽约市政府将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 市长亚当斯在竞选过程中 曾承诺对不公平的税收制度 采取真正的解决方案 州长霍楚今天对记者说 这是一个相当戏剧性的转变 他仍然需要梳理出这一决定的影响 并与亚当斯一起寻找解决方案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回应这一裁决 潜在的变化将对纽约市筹集资金 支付账单 工资和服务成本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在2022财年 房产税约占纽约市财政收入的42% 今天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纽约市有一半家庭入不敷出 他们无法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生存 今天公布的这项题为 真实生活成本的报告来自纽约市联合劝募会 报告显示 现在有50%处于工作年龄的纽约人 都在为支付费用而苦苦挣扎 他们无法在没有政府家庭或社区援助的情况下生存 大约有300万纽约人难以负担健康的食品 生活成本最贵的是麦哈顿下城 达到每月7956元 最便宜的布朗市每月也需要近5000元的生活费 对于纽约中产来说 儿童保育费用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一位母亲表示 她每个月要为日托服务支付近2700元 2021年仅36%的家庭称 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 报告还显示 自2000年以来 纽约市的生活成本增长了131% 而收入中位数仅增长了70% 为此 发布报告的纽约市联合劝募会 今天也提出政策建议 包括提高人力服务工作者的工资 提高住房负担能力 完善公共住房和托儿补贴制度 改善获得预防性健保服务的机会 以减少未来的费用等 报告的组织者还表示 私营部门的雇主也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确保工资跟上增长的生活成本 昨天下午 纽约法拉盛金城发超市附近的一家按摩店内 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 警方称 一名非裔男子在破坏店门后 对店内女员工进行了暴力骚扰 包括拉扯手臂 卡住脖子等暴力行为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详细报道 周一下午3点半左右 在纽约法拉盛金城发超市附近的一家按摩店内 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 警方称一名非裔男子在破坏店门后 对店内女员工进行暴力骚扰 抓住拉扯他的手腕以及卡住他的脖子等 法拉盛PSP民间巡逻队副队长李启齐描述 当天下午3点44分 他接到隔壁按摩店老板电话 说一名非裔男子正在攻击店内的女性工作人员 他们已经报警并且该男子仍在店内 也想寻求民间巡逻队的帮助 李启齐当时立刻封锁了店门口 并协助警方找到了正确的报警地址 顺利将该男子逮捕 叫警察过来就带警察上去 警察了解清楚以后 问了那个受害人发生什么事 就把那个非裔逮捕了 李启齐描述 受害者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华裔女性 她说这名非裔男子之前曾经来店 骚扰过他们两三次 但当时并未使用暴力 他还补充当时有救护车来到现场 但受害者以受伤不重为由拒绝上车 去年12月在皇后区就发生过 针对华人按摩店的连环抢劫和性侵案件 李启齐说 在法拉盛很多华人的按摩店 只有女性工作人员 虽然他们都像这家店一样有电子门锁 但仍然要注意安全 遇到问题也要及时报警 警方表示该男子被控呼吸阻塞刑事犯罪 殴打轻罪以及骚扰罪 因为没有托对方衣物等行为 所以并没有性侵指控 视线转向芝加哥 今天是2024大选伊利诺伊州的初选日 选民通过手中的选票选出各自党派的代表 但芝加哥的投票率较低 华人聚居地的投票率也低于上一届 我们来看本台驻芝加哥记者的报道 周二是2024大选一周初选日 选民将通过手中的选票选出各自党派的代表 已参加11月的大选 这其中包括了总统 国会众议员 州参议员和州众议员等职位 截至当地时间下午三点 芝加哥全市投票率仅为14.95% 华人聚居地的投票率也不理想 截至到今天下午两点半 唐人街整体的投票率都不是特别高 相比往年来说的话 投票率整体是偏低的 在唐人街的图书馆 到今天下午两点半一共也就只有30多位选民出来投票 在新市小学一共也就只有100位左右的选民出来投票 这个数据比往年不管是初选还是大选都是偏低的一个数据 在中国城图书馆担任选举日的工作人员介绍 参与投票的人已长者居多 较少年轻人 一些选民因为地址原因需要改往相对应的投票站投票 我是在这里52年 我们的声音让那个执政者能知道我们的意见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typically or like historically there's not as many like younger people or Asians voting so I just kind of want to like show that like oh no we do care about like representation so like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politics I still came just to be like oh yeah like I came like I care about like having our voice heard 华部更好团结联盟国民参与经理肖永刚表示 今年初选中不少职位的候选人缺乏竞争性和选念 尤其是被受关注的总统候选人 这也是导致投票率低的原因之一 在华人社区有一个就是一直以来的问题 就是华人关于投票方面的信息还是比较缺乏 今天我们一个上午都不停地有人 有我们的华人的居民在问去哪里投票 以及候选人的证件等等 所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资源给到大家 让大家有这些信息 有这些渠道去了解这场选举 凯特王妃视频曝光 与威廉街头说相散布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香港立法会当地时间周二 完成了基本法23条立法程序 全票通过了草案 香港特首李家超说 立法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草案将于本周六生效 香港立法会周二上午加开大会会议 恢复二读及三读 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以完成草案的最后立法程序 当天下午 立法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通过条例草案二读 约晚上7点完成三读 议员们以89票全票通过了草案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也在三读时投票 他说立法会主席一般不会投票 但这是历史性时刻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工作 所以和所有议员一起投票支持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三读通过条例草案后 进入立法会发表演讲 他说今天是香港的历史性的时刻 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当地时间周二 北京 辽宁 沈阳 浙江 台州 相继发生三起汽车状行人事件 均造成多人死伤 周二早7点左右 辽宁 沈阳发生交通事故 现场画面显示 赵氏车辆在撞击后 逆向停靠在人行道上 车头撞上电线杆并已凹陷 据称 赵氏车辆的副驾驶座位上 还放置着一瓶钢制气罐 这起事故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伤者已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26岁的司机张某已被控制 而这起事故发生后没多久 周二早上11点20分左右 浙江台州通告了另一起事故 当地一所高校发生汽车撞人事件 一辆小型汽车在连续碰撞后 造成三人死亡 16人受伤 目前当地警方已控制肇事司机 不仅如此 同在周二 当天晚上8点左右 北京市东城区发生了一起汽车蓄意撞人事件 一辆黑色汽车冲入非机动车道 造成多人死伤 现场画面显示 多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到处都是玻璃碎渣和摩托车碎片 事故发生后 肇事车辆司机还下车叫嚣 辱骂围观群众 目前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分别进一步调查 这三起事故 这几天 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备受关注 截至到北京时间周二 邯郸警方宣布 事件已经结束 并回应了更多的案件细节 警方表示 从报案到现在 尸检已经结束 针对网上流传的 有成年人参与作案等猜测 警方也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曾经技术部门勘验 坑深只有56厘米 所以网上说 坑深2米多 有大人参与是不属实的 此外 警方还表示 经过连日来的侦查 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 为掩埋尸体 犯罪嫌疑人分两次 在废弃大棚进行了挖掘 第一次是3月9号 然后案发当天 又在现场挖了一次 一名律师表示 本案中的嫌疑人虽未成年 但中国最高检 大概率会判犯罪嫌疑人 负刑事责任 3月10号 河北邯郸 13岁初中男生 王子耀被杀害 嫌犯是3名不满14岁的同班男同学 由于案件犯罪手法非常残忍 而且涉及未成年人 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题 该案引发广泛关注 视线转向英国 上周六 凯特王妃在从公众视野消失 两个月后 首次公开露面 最新的视频拍摄到了 他与卫廉王子 在肯兴顿宫附近的 农贸市场购物散布的画面 一段新视频显示 英国凯特王妃 与威廉王子 于上周六 在肯兴顿宫附近的 农贸市场购物散布的画面 这是凯特寺两个月前 住院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 凯特于一月份接受了 腹部手术后 有关他健康状况的传言 已在网络上疯狂持续了数周 据悉 凯特在医院住了两周后 就已回到家中继续康复 这期间 从未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过 在此次散布的画面曝光前 凯特于英国母亲节当天 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张 他与三个孩子的全家福照片 这让各种阴谋论达到顶峰 在照片发布数小时后 各大国际图片社 纷纷发布了删除这张照片的通知 因照片中多处被发现有修图痕迹 还担忧凯特被皇室操纵 凯特随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 为这张照片造成的混乱道歉 此事大大降低了公众对 肯心顿工发布的照片的可信度 除此次照片的风波外 有更多网友指出 还有一张由凯特去年拍摄的已故女王与孙子曾孙的照片 也被发现了有十多处经过修图软件处理过的痕迹 今年1月凯特住院时 英国官方表示 预计他要到复活节后才能恢复公职 另外前总统川普在周二接受采访时 对凯特照片风波表示 每个人都会修自己的照片 这不是什么大事 还用电影演员的修图方式与凯特做对比 表示演员修完的图 往往与真实的自己有很大区别 但凯特王妃发布的照片中 仅仅只是小地方进行了修改 民众不应有这么大的抵触反应 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 我们的中文正典节目 现在已经正式上线YouTube 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以便及时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 好的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